上年,2020年12月17日正值冬季時期, 中國內地電力供應緊張以及大範圍停電事件 成為內地居民近期最關注的議題。 其中,湖南、江西、浙江等地為電力供應偏緊地區 出現極不尋常的限制用電情況。 先是浙江省日前實施環保新規, 要求市級單位辦公區域在攝氏3度以下才可以開暖氣。 大家確實沒聽錯,正值冬季時期, 辦公地點竟然要攝氏3度以下才可以開暖氣取暖。 其後,湖南、江西等省份也陸續發布拉閘限電措施。 湖南長沙有多區限電,有市民反映,因寫字樓停電 不僅需要爬30層樓上班,同時也不能開電暖爐、 電熱水器等遇寒工具,嚴重影響正常生活。 國家電網指,湖南因氣候罩降、居民取暖, 以及工業用電量大幅攀升等多重因素疊加下, 創冬季用電負荷的歷史新高, 當局已合理安排電網調度,確保省內機組滿發情況下, 協調上級調度和外省電力,全力保證全省民生用電需求, 同時呼籲社會各界節約用電。 12月19日,國家電網公司宣布, 湖南電力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此外,主要工業生產城市二烏市, 亦受到限電令影響,工廠停電, 部分地區路燈、招牌等均全日停電。 晚上的街道七黑一片,車輛需打大燈緩慢行駛, 措施將持續至該月月底。 市民表示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加上連關張置, 擔心晚上摸黑就在街道會遇劫, 認為限電措施會影響治安。 國家電網宣布, 因應湖南省冬季用電負荷創歷史新高, 國網湖南電力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國家電網說, 由於氣溫罩降、居民取暖、工業用電量大幅攤升等因素。 湖南省電網最大負荷, 達到3,150萬千瓦的冬季歷史新高。 國網湖南電力面對嚴峻的電力供應形勢, 全面進入戰時狀態, 會配合政府部門開展有罪用電工作, 合理安排電網調度, 組織工商業界採取被封讓電等措施, 全力保證全省民生用電需求。 除了湖南, 近日節工和江西也出現電力緊張的情況。 部分地區更開展節能措施, 當局解釋是因為工業生產快速恢復, 加上各地低溫, 導致用電量大。 不過外界關注是否與中國早前抵制澳洲煤炭進口有關。 二烏市政府表示, 措施是為了響應節約減排政策, 減少用電, 因而關閉城區主幹道等路燈, 但這個說法引起網民質疑。 有人指出, 由於疫情關係, 當地今年上半年已停產, 停業一段時間, 全年碳排放量, 理應教去年減少, 不明白為何仍然借減碳排放量的名義, 大規模限制供電。 更直斥, 既然市民供暖需求增加, 政府不幫助人民過冬, 反而要他們捱凍, 這不是本末倒置嗎? 亦有網友抱怨, 很不容易捱過上半年因疫情停工和淡季, 到了年底旺季來臨, 看見了希望, 正忙著全力生產和交付訂單, 以挽回今年的損失的時候, 卻又遇上停電。 結果,上半年無法賺錢, 而下半年則不讓人賺錢。 12月21日, 廣東在無任何預警下大停電。 大廈望出去, 市面幾乎漆黑一片, 街燈全色, 只剩下店舖和車燈照明。 有網民崩潰表示, 廣東已變成北韓了。 廣州宮殿局指, 因設備故障, 廣州三元里及羅聰為一帶, 凌晨時分宮殿受影響。 由於中國接連出現大範圍異常停電, 在上年12月21日, 資料源亦向耶和牧師提問。 耶和牧師就此, 為接下来全世界的走向, 作出了前瞻性的分析和估計。 原來, 中國廣泛地區大停電, 並非單一事件。 背後, 有可能是幕後知情者, 為了Planet X再來, 以及他將會觸發的各種反常災難, 而作出下一個階段的預備, 為了要在真正的大災難來臨之前, 預先為人民作出一次又一次, 不同形式的大彩排。 耶和牧師, 最近中國有大規模停電, 由北面到南面的廣州都有, 不知牧師對這方面有什麼看法呢? 其實這件事特別是, 因為現在我們錄這段說話的時候, 就是12月21日, 其實就是這兩天, 12月19日, 12月20日, 都陸續出現, 最初我也沒有留意, 直到大面積停電, 找了一個理由出來, 要省電等等, 其實有一點, 除了疫症, 封城那些, 在去年我已經說, 他這個不合理, 我已經推理到, 其實是為了Planet X準備, 所以要沒完沒了, 這樣說, 但這次他這樣做, 反而又讓我提醒我一個, 關於2012信息裡面, 其中一件事, 就是我們那時候很著重的, 而也是要為Planet X來到的時候, 要預備的, 就是那個Q-Shot, 就是在2012信息的時候提到, 當Planet X來到的時候, 在我們地球和太陽中間經過的時候, 會引發了一個Q-Shot, 突然向地球, 地球的當時, 所有開著的發電廠, 以及開著的電子儀器, 都會馬上燒營, 因爲我們以為所謂的網絡傳媒天線, 等於的, 所以這個我們那時候這麼說, 因爲事實上歷史上出現過, 曾經太陽刻之所導致, 太陽風打出來的時候, 導致美國大停電, 如果預先在到之前, 都可以, 但你需要在什麼呢? 就是我們也討論過, 就是那个速度 就是当它来到的时候是涉不涉的 因为它一涉及 你计算 它有些快到刚速的速度 所以变成 以现时来说 全世界的电厂是做不到这件事 唯一就是预先去涉及 并且变成了一个彩牌 现在突然间 在这个时候又做了一件不合理的事 你想清楚 在这个时候 经济崩溃到这样 在这个时候还要停电 真是很要命的 第一是冬天 第二就是现在其实已经经济崩溃到这样 就是个个都已经在经济上 叫做求生 就是因为已经很多东西的行业都倒闭了 很多东西都不行了 它还要在这个时候停电 明白吗 真的说上加上 但是用一个很幼稚的理由 这样才很疯狂 只是那种不合理 直接跟之前 因疫症 隔离整个城市一样 但现在另一单就是 现在停电这里 就让我想起这个东西 但是其实我们预备过Planet X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当它来之前 有些彩排你一定要有 有些的储备你一定要有 如果不是的话 就全个城市 明白吗 就是大家互相抢了 但是如果在铁幕国家做这个东西 是很简单的 因为你只要在一些重要的事件当中 有几个安排就能够解决到 就好像今次疫症也是 疫症封城这种做法 甚至现在这种大停电 这种停了停了 然后给一个理由 其实是莫须有的 然后完全都不合理 然后回答 其实工店全部都是正常的 但是在这些国家 每个都照顾 每个都照预备的 没办法的 但是也是因为我们所见的 就是这么熟 跟我们之前的大彩排 熟得这么紧要的 是吗 而很明显就是 其实相对的话 你能够想像 在来着大灾难的时候 就会互相学习 就是这些国家会自己 互相学习 随着上年12月21日 日华牧师作出分析之后 近两个月 世界各地接二连三 出现异常停电事件 上年12月21日 加拿大温哥华港湾 受强风和暴风雪侵袭 直卷碑斯省 导致全省大规模断 直卷碰电 约215,000户居民受影响 其中 约24,500户位于低陆平原地区 主要分布在枫树岭 素旅和Mission地区 另有15,700户 则分布在温哥华岛 邓肯 维多利亚 以及沿泉岛等海湾群岛 卑斯水电公司称 卑斯省南部部份地区 遭暴雪襲击 即雪压断树枝影响电力设备 导致断电 随后 今年1月13日 卑斯省以及温哥华地区 再遇另一场暴风 多个家庭陷入黑暗 数万名居民未能在同日恢复供电 卑斯水电公司称 强风造成大面积破坏 导致低陆平原 温哥华岛 海湾群岛和南部内陆地区 约10万用户停电 其中 受灾最严重的地区 是Appleford 维多利亚和Vernand 兰里市多所学校被迫停货 1月7日 日本东北及北陆地区受到炸弹底气压影响 造成秋田园电线断纜 近4万户停电 造成鐵路和航空交通班次大乱 秋田园雪災而造成多人死亡 七座史丁村灾情严重 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提高警告 除了暴风雪 直雪及路面冻结等情况 可能会阻碍交通之外 也要严防强风大雪可能造成雪崩 或是随雪时发生事故 1月9日 巴基斯坦全国多个大城市 于晚上约11时45分忽然发生大停电 包括首都伊斯兰堡 卡拉奇 拉雅尔品地 拉荷尔及牧尔坦等大城市 全国几乎陷入一片七黑 数国国际机场的航空交通同样受到影响 当局指 事故起因是一间位于上德省 可提供1400兆压电力的热发电厂 事故当晚 厂内的电力传输频率 由平时的49.5核资 罩港至近零 引发自动停电的安全机制 停电期间 当局两度启动塔贝拉水力发电厂供电 另一方面 2月9日 达西风部夹着高达时速90公里的强风 席卷荷兰 英国 比利时及德国等欧六国家 多处飞机 火车及电力供应中断 甚至为荷兰带来十年来的首次暴风雪 全国发布罕见的红色境界 荷兰亚姆斯特丹斯基普机场 数十个航班移不划取消 南部爱因霍芬机场则取消所有服务 气象预报网暂指 这是长久以来第一场暴风雪 而上次则是2010年1月 至于近期另一宗轰动世界的大规模停电事件 则发生于美国 事源今年2月12日 另一股东贵风暴污里 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形成 接着向东移动 横跨整个美国 为美国西北部、南部、中西部和东北部 带来大量降雪 2月14日 降雪遍布北美大平原中部和南部 作为生产能源基地的德州 多地气温出现同期历史伸低 暴风雪结束时 即雪阻开了80%的德州 美国第四大城市 包括喉斯顿在内 多地周日晚间开始降雪 造成露面结冰 多条快速公路需要封闭 气温介乎冰点以下 约负二度至负二十二度之间 美国多州发生停电 其中以德州最为严重 多达300万户在盐东中室 去电力供应 墨西哥北部 更有近500万户家庭和企业停电 水灭在830分之后 水灭在830分之后 火灭在830分之后 温暖的房子 温暖的房子 但是它是准备的 它是准备的 它是连到快食物的 因为人们可以吃 因为他们没有电脑 而他们害怕他们开 他们的 refrigerators 因为他们的食物 所以有三个地方 在每个地方都开放 它是转称的 它是转称的 它是转称 大停電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德州所有能源發電設備和裝置 包括可載生能源、風能、太陽能、燃煤及天然氣 可能是德州所有能源發電設備和裝置 包括可載生能源、風能、太陽能、燃煤及天然氣 在暴風雪的極端天氣下被凍結 導致無法運行 2月14日晚上 德州電網創下69,150兆瓦的冬季用電高峰記錄 德州電力可靠盛委員會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全州各地將輪流停電 約有430萬戶家庭和企業受影響 估計在冬季風暴期間 損失了34,000兆瓦的發電量 超過電網總發電量的三分之一 德州電網營運商也指出 極看天氣導致整體出現破紀錄的電力需求 但現在 風力發電只剩下一半運作能力 2月15日 德州、俄勒江州及維珍利亞州等 合共超過50萬戶停電 總統拜登 認德州州長阿博特請求 頒布上任以來首國緊急狀態令 批准德州254個縣進入緊急狀態 並指示聯邦緊急事務管理處全力救災 201222222 凌晨進入緊急沽車 衝突破警察 优优优独播剧场—— Tonight, a crisis in Texas. Millions in the dark with no heat for a third day. Lines of misery for food and gas. And now, millions without running water. Frozen pipes bursting, flooding home. And this winter apocalypse, icicles inside a Dallas apartment building. It's been a little crazy. I mean, I think we did our best to prepare. Steven and Laura Dandridge have been living in the dark for most of the past three days with their year-old son, Bobby. No power to their fridge, but it's so cold, they're storing food in the garage. When the sun goes down, you know, you can't keep open flames going. You gotta turn the stove off. Almost three million Texans are still without power. A boil water order for all of Houston and dozens of other cities. But in Harthead areas, there is no water to boil. The taps are dry. More than half of the state's 254 counties experiencing water problems. Three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mother died in this fire. Authorities say they'd been using a fireplace overnight. In the search for food, lines to get groceries, empty shelves, and a run on gas. Tonight,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ERCOT, the utility overseeing the Texas grid, was ready. I'm sure as we review this, you know, when it's over, we're going to find things we wish we'd done better. Right now,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s getting people's power back on, getting that service restored. But that isn't happening quickly, and local officials are warning outages could last through the weekend. The governor calling for an investigation of ERCOT and resignations. In the cold weather weather and the solar and thermodynamics of energy generation компании, the satellite company in the national industry launched the ring. From the digital electricity companies to supply up the system, the supply of energy market, a price of extra fuel ports is through a lot of 20-40 billion, and to raise up to 1,000-250 billion, down to 1,000-100% for more oil. The price of the climate crisis is the highest amount of 2,000 price of power.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really very extrem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really extreme. The weather conditions are pised at the site of the storm and the storm will cause in close to the storm. The storm will allow the storm to the storm, or the storm will he loads on the storm. The storm will also ease the flood. The storm will help us to which the storm will cause the storm in strong. The storm is because of the storm will cause the storm in the storm to the storm. 其他氣象局表示,非常驚豔這場風暴, 經煙變得如此迅速。 民眾在停電和缺乏物資的情況下, 出現排隊購買食品雜貨的常龍。 德州官員向聯邦應急管理局要求60台發電機, 並計劃優先考慮醫院和療養院, 更一度有500多人, 在厚斯頓一個避難所尋求庇護。 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回應稱, 其他取暖中心因為斷電而關閉。 由於沒有電力供暖, 導致很多民眾轉移尋守其他方法, 例如使用煤氣爐和發電機,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發出警告, 隨著風暴直卷美國, 民眾死於一氧發炭中毒的危險正在增加。 俄勒江州已經有四名成年人, 在試圖取煉時死於一氧發炭中毒, 其中一人在車內點燃木炭, 另外三人即是躲在車內避寒時中毒。 另外,一名11歲健康男孩被發現死於家中床上, 當時屋內因為停電無法供暖, 男孩在睡覺時蓋上了一堆氈, 死因而似是體溫過低。 此外,不少人為了取暖在屋內烤火, 結果不小心導致火災。 德州聖安東寧澳一座公寓大樓起火, 但是街上供水滅火的消防喉卻被凍結, 導致消防員無法及時泡面大火。 居民只能夠站在寒風當中, 眼睜睜看著房屋被大火吞噬。 最終,消防員找到附近一條溪流, 通過大型卡車混水滅火。 但是卡車每次供水量, 僅能夠噴灑數分鐘。 2月19日, 美國暴風雪造成至少69人死亡。 德州環境質素委員會指, 有超過1460萬人受影響。 全州一半人口, 要依照指引煮廢自來水才能夠飲用。 超過790萬人面臨食水供應中斷。 在這個非常時期, 聖安東寧澳地區一間薄餅店正常營業, 訂單瞬間暴增, 與雪片飛來。 本來準備要買到週末的食材, 竟然在四個小時內全部賣完。 員工累到攤在地上, 直至所有食材賣光才可以喘一口氣。 另一方面, 2月19日, 希臘租租12年來最強冷風美定亞侵襲, 首都雅典, 以及周邊多達7萬戶家庭和企業一度斷電。 歐維亞島, 亦有約1.5萬戶家庭斷電。 很多家庭同時斷水, 手機和網絡信號消失。 希臘政府因為危機應對不力, 受反對黨和民眾批判。 政府和電力公司互相推捨責任, 上演互相指責的流劇。 希臘遭遇12年來最強冷風, 最少兩人死亡。 首都雅典, 小遊樂大雪, 交通受影響。 部分地區停電,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都要暫停。 比起希臘山區和北部地區, 首都雅典較少落雪。 受惡劣天氣影響, 市內大部分公共交通服務受影響。 巴士停駛。 當局呼籲民眾如非必要不要外出。 氣象專家形容, 希臘遭遇12年來最強冷風。 北部科澤尼地區, 錄得攝氏零下19.9度。 雅典北部城區, 即雪達十幾厘米。 電線網受嵌樹影響, 部分地區停電, 當局加緊搶收。 顯而易見, 至雙年10月21日, 尤華牧師因著中國大規模停電事件 作出估計和分析之後, 在短短兩個月之內, 世界各地相應接連發生大規模停電事件, 完全應驗尤華牧師的分析。 另一方面, 種種大規模停電事件 亦正在一步吻合尤華牧師的估計, 就如現今這場新冠肺炎疫情一樣, 這些停電事件的可能是幕後支持者, 利用反常天氣和電力消耗大增為藉口, 有意編排一場又一場的彩排。 其真正容易, 就是及早帶領人民進行重重演習, 引導人民在更嚴重的大災難來臨之前, 先做足準備。